昌龙岳门市水源河城四门之一并于5月8日破土动工,1795年,中朝19,10月17日结束。 昌龙的意思是昌龙,指的是一条青龙,其含义是东方。 为了保护城墙,翁松被叠成半月形。 位于翁松拱门左侧的石墙,上面刻着负责建造城堡的官员的名字。 昌龙岳梦是华城城的东门。 昌龙字面意思是青龙一种吉祥的东方神话守护动物。 华城城四门之一。 昌龙岳梦建于1795年。 从外面看时,昌龙岳门位于一个向内弯曲的地方。 突出的左右墙自然就成了保护大门的城堡。 门内的大片空地被用作士兵的训练场。 它有石拱门、单层木亭,还有一堵半圆形的砖墙,有助于保卫大门。 昌龙岳梦附近建了一座高大的瞭望塔,可以俯瞰临近地区。 昌龙岳梦以北的平坦地区被用作军事训练场。 参与建造的人员的名字刻在大门的石墙上。 大门的木亭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到1953被毁并于1976年重建。 通往大门外的道路与区域相连手而移动,但这并不是一条常用的路线。 昌龙岳门相当于水源华城的东门。 目前,附近有许多公游客使用的设施。 昌龙岳门是水源华城四大正门之一,位于东部。 与其他大门交通相对拥堵不同,这里安静幽静。 昌龙的意思是青龙,方向是东方。 昌龙岳城半月形以保护大门免受敌人的侵害。 与代表苏源华城的其他城门不同,这是一侧开放的。 这是做了为了在红叶岳门之上建造一座单层门楼并保护大门免受外界侵害。 昌龙岳门以东的翁松城高2.9米,周长17.2米。 它有14个夺口,可用于近距离和远距离瞄准。 另外,自2016年访问苏源华城以来,它提供了各种体验和景点。 可以乘坐飞苏源氦气球从高空感受苏源式的美丽。 有一个热气球,它的名字叫飞苏源。 它可以让您从空中俯瞰苏源华城。 是一种独特的旅游产品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另一方面,有韩国射箭体验中心。 就像韩国朝孙王朝的政组一样强调国防准备,你可以体会到它的爱国精神。 根据指示,即使是第一次尝试韩国射箭的人可以轻松地跟随它们。 毫无困难的,可以体验韩国射箭。 韩国射箭体验中心是水源华城的热门旅游产品。 在昌龙岳门的大广场上,很多人还放风筝,心情放松。 朝鲜王朝政组尝试建造水源华城确保安全是重中之重。 当时朝鲜朝孙王朝的政组试图建造水源华城堡垒,水源地区居民很少。 就像建造一座新城一样,假设需要许多士兵以确保安全。 在开庆,朝鲜王朝的首都,许多士兵来到了水源华城。 然而,因为必须通过训练新士兵来将更多的士兵安置在大型水源华城要塞中,据推测,需要像东江台这样的军事训练场。 虽然位于东江台所在的水源华城东侧,附近有水源华城四大正门之夷的昌龙岳门,流动人口不多。 因此,这里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合适地点。 现在还在东江台附近有大量的空白空间,我认为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也是可能的。 实际上有 Obviously,它是军事训练将除外洋的人 ownership项值的那么维持衷, 已经 Thr Putting Th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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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